哈囉各位基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舒服機械小教室 我是摩羯座宋彙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宋彙醫師 今天來跟各位聊一聊 自動性皮膚炎的大小事 關於網路上詢問 硫磺水能不能拿來吸引這件事 其實是 標準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要適度 那說到硫磺水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硫磺基本上有兩個主要功能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殺菌 第二個硫磺的 去油效果很好 那回到滋漏性皮膚炎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之前講的滋漏性皮膚炎的內容 滋漏性皮膚炎的最原始定義 就是脂肪太多露出來 造成皮膚發炎 所以如果你能去油 當然洗起來會很清爽 但是硫磺水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硫磺水在滋漏性皮膚炎 還有青春痘治療裡面 我們皮膚科醫師都有正式的藥水在使用 但是硫磺水洗臉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你在使用上說要很適度 它有點像拿一個新學當廚師的小廚子 然後就拿一把大刀要砍牛肉 那大刀能不能砍牛肉 當然可以砍牛肉 可是大刀砍完牛肉 很容易就剁到手 所以硫磺水在洗臉的部分 它的標準答案是可以拿來洗臉 可是它的正式答案是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硫磺水洗臉造成的傷害 往往比硫磺水得到好處來得多 剛剛我們已經說到硫磺水能不能拿來洗臉這個問題 那答案當然是可以 可是要非常的小心喔 硫磺水洗臉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操作 就像我們剛剛比喻是拿一個大刀去砍牛肉這樣 那對於一個專業廚師來說 不過大刀當然比小刀好 但是對於一個新廚師來說 大刀就風險很大 硫磺水主要的作用有兩個 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 它可以去皮脂 它可以殺變菌 那我們分別來把它展開來說 在去皮脂的部分 因為脂肉性皮膚炎 它確實需要比較好的脂肪 皮脂的移除的部分 所以當你皮脂正確移除的時候 它可以降低脂肉性皮膚炎的皮構 它可以降低脂肉性皮膚炎的刺激 但是流氧水在去皮脂這一段 你要小心它不要過度清潔 因為當它過度清潔以後 你知道脂肪本身 皮脂本身是我們角質乳化 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也就是 如果你把皮脂過度清除了 你就會產生角質堆積 想像一下 在一個很厚的磚牆上 但是中間完全沒有水泥 一個沒有水泥的磚牆上 你就會看到磚牆很容易剝落 磚牆很乾燥 磚牆很斑駁 這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皮膚的角質很多 然後脫屑暗沉 然後皮膚又覺得乾燥 沒有油沒有滋潤 事實上你過度清潔 就可能造成我的皮膚覺得很乾燥 不滋潤 然後覺得很暗沉 所以第一個過度去油脂 會產生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你殺病菌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的皮膚是一個正常結構 那這個正常結構的話 它其實需要一些我們叫做 Normal Flora 就是正常菌蟲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用那個硫磺 或者一些抗氧素 反覆的去改變這個菌蟲 那你很可能會造成一些 異生菌的死亡 然後異生菌的死亡就像非洲草原一樣 就是如果老虎死了 那獅子就會變多 老虎獅子都死了 豹子就會變多 那如果山中無老虎 猴子就撐大王 所以維持一個正常菌肉的生態很重要 在使用硫磺水洗臉的時候 你必須很注意它的適度 是因為過度的清潔 會導致正常菌肉的破壞 正常菌肉破壞 反而容易導致病菌的出現 然後造成你的皮膚的發炎 敏感肌啊什麼 後續問題 這也是脂肉性皮膚炎的錯誤治療裡面 因會缺油 所導致一些皮膚的紅腫發炎 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所以結論就是 你要用硫磺水洗臉 邏輯上可以 實務上你做不到 因此我不建議你用硫磺水洗臉 以上 謝謝各位 聽完這些 製作性皮膚炎的專業資訊 你是不是覺得 你的朋友很需要 這樣的保養的秘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點贊 然後分享跟訂閱 我們的舒服機械小教室 然後做這樣的好事 一定可以幫助你新年賺大錢 對吧 而且也可以幫助你的朋友 找到更好的舒服的方法 這裡是摩羯座的送鳳儀式 只講科學證據的送鳳儀式 我們下週見